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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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Eva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Loeve 他们家的气球吧 那我自己说的是 small size的 那今天要分享的呢 是另外一个 我朋友买的 mini size 那这两款呢都是我觉得适合一般的女生杯 只是它的大小有点不一样 那我们一起来开箱吧 那Eva在之前的影片其实已经分享过 就是小号跟中号的气球包 然后甚至是帆布跟皮革款式 那我会把之前拍过的影片放在资讯来 那今天主要来比较呢是因为 就是这个呢是我的小号的包包 然后呢这一款呢是mini尺寸的 稍微给大家看一下 好那我们就先来开小号的好了 稍微介绍一下 那这个包呢我大概已经使用了 大概超过半年以上 那它的长度这边的宽度呢是20 高度呢是29公分 底部呢底部也有一个老一倍的落映 这个大概是15公分的直径 好那所以这个包呢就是我还蛮喜欢带它呢 就是它呢放得下长夹水壶太阳眼镜 所以呢如果说是到比较远的地方 然后要放比较多东西的话 我就会喜欢带它出门 那我的这个银扣 这个有一个小小的技术块 这个是银色的 但我看到现在好像出比较多是金色的 那我自己用了那么久 我觉得我还是很喜欢它的内里是这种 脊皮材质的 就是摸起来会冰冰凉凉的 所以就是这款我觉得到目前为止 我还是觉得蛮喜欢的 那帆布款呢它的帆布不是非常的白 所以我觉得也看不太出来 就是弄脏的部分 唯一要的缺点大概就是底部 它是皮革 然后没有那种五金的就是金属块 所以在保护它的时候就要特别小心 好 稍微背起来让大家看一下 那以Eva 152的身高 我觉得就是这一款背起来呢 就是还蛮刚好的 而且呢它就是有它的 嗯 这叫什么 就是皮带孔的背带可以调整 所以这个对矮个子来讲是非常非常的友善 那它在2020年呢 像大家看到就是我这一款呢 它只有一个背带 好 然后在2020年的时候呢 其实只有中号款它会有提把 不过呢 去年2021年呢 它就开始小号的包也出了提把了 那随后呢它就出了这一款就是气球包的迷你款式 这个迷你款式我真的觉得就是小巧可爱耶 然后像这一款呢 它的一个帆布呢是有这个 可乐一贝的一个刺绣的 跟我帽子这个一样 好 那这个包包的大小呢 就是它的高度是19公分 那底宽度呢大概是14公分 直径呢是10公分 好 帮大家确认一下 应该讲的没错 那这个尺寸呢 就是如果你要放长甲 可能就要放鞋的 要不然呢 就是还是短甲 会是比较刚好的一个选择咯 然后另外呢 可以看到说它搭配的就是金色的小金块 这个我还蛮喜欢的 上面的刺绣的细节都真的是很美 然后呢 最不一样的呢 就是因为新款的 就是小号的尺寸呢 它已经出了提把 所以它的mini的款式也出了提把 我真的觉得就是有提把 真的是加分很多 因为你就是多了一种 就是拿包的方式 它可以看到就可以变这样子啦 我觉得很小巧可爱耶 对 然后呢如果背起来 我现在是把它捏到最短 最短的话呢 就是也可以这样肩背 这个尺寸看起来就是 还蛮适合我这个就是小个人的 那内里呢我们来看一下 内里的话跟原本的包 大家可以看到 它一样是这个 就是有点挤皮材质的 不过我觉得好像少了一个夹层 它跟就是小号的包包 跟小号的包包比起来 小号的包呢它这边有一个 就是夹层可以放个卡夹 钥匙不会刮到 不过它mini尺寸呢 就是完全是一个空的 然后没有夹层的设计哦 然后大家可以在这个里面看到 就是它老一费的就是 嗯 logo的压印 它就是写Made In Spam 然后另外一边呢 则是会有编码 因为还蛮多人问我 就是如何叛变真伪的 因为像我们在一般店商买啊 它其实就是会给你一个 这个产品卡上面的确是有写着 呃就是编号 所以也许大家可以查一下 然后呢 以及像这个是保养卡 就是教你怎么样保养 然后像Eva呢 就是有朋友是在 电商里面当buyer的 那他之前在Net-Porter 现在在Farfetch 他也是跟我讲说 其实呢 他们所购买呢 都真的是正货 只是说呢 如果说一般 就是品牌的 就是卖给专柜的呢 他可能会特别在经过整理 就是专柜人员会帮你整理 所以你可能都会看到说 他有一些缝线啊 不太OK的地方 然后或者是说有胶 那专柜人员都会先帮你 就是整理一番 那买支电商的朋友 他的负责 维修的单位就是这个电商 所以如果你后面发生就是这个 包包有任何的问题 其实你是要先找这个网站去进行负责的哦 那我现在就是把这两款一起背起来 来让大家稍微看一下他的比较哦 比较哦 好 好 哎 其实如果说像Eva 152 我背小号的尺寸也是蛮刚好的 然后如果是mini尺寸的呢 就是再更小巧一点 稍微让大家看一下 好 那最后呢 就是帮大家稍微总结一下 现在不管是小号的气球包 或是mini的气球包 他其实都是有提把的 那这两款真的就是比较不一样 就是在他的就是尺寸的部分 对于娇小的人来讲呢 这两个尺寸都是可以 背的 而且就是你的比例看起来不会 就是非常奇怪 然后呢 小号的呢 是绝对可以放一下长夹 mini的尺寸呢 他可能要放斜的 如果你是比较厚一点点的 可能他的包型撑起来 就不会那么的好看 好 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大概 价格呢在台币上大概是差了 三万块钱台币 所以好像这个感觉 CP值比较高一点 好 mini尺寸的 好 就是这两个包包提供大家 就是参考 那如果大家对于 我们不管是老一杯的包包 或是其他的包款呢 就是有兴趣的话呢 也可以看一下 EVA有没有分享过的开箱 或是留言告诉我哦 另外呢 那EVA也有一个一万六千人的精品社团 会即时跟大家分享 哪些网站现在有做折扣 大家可以在那边买到超值的 就是一线精品的包包 然后鞋子 然后希望可以帮大家省到一点钱啰 那就今天的影片内容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